兄弟们,最近瓦克恩又开始搞事了 直接入侵了骑士们的梦境 一场关乎地牢和梦境的大战将在11月21日开启 本次作战活动的NPC叫做绵羊 他将会告诉我们具体的活动信息 梦魇小小羊也是这次扰乱梦境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们会在地牢中四处游荡 源源不断地散播负能量 1.梦魇小小羊之增恶 增恶小小羊会使用小段突击冲撞 有概率使受撞击的骑士中毒 2.梦魇小小羊之愤怒 愤怒小小羊会在地牢中横冲直撞 即使触强也会换个方向再次冲锋 3.梦魇小小羊之悲痛 悲痛小羊羊会不断丢出一个又一个毒圈 使感染的骑士受到伤害 同时陷入疲劳状态 4.梦魇小小羊之思虑 思虑小小羊总是三只一起出现 会在两个羊角间发出强烈的激光射线 攻击附带电属性伤害 在讨伐梦境侵略者的途中 大家会遇到一个全新的事件房金币术 击败房间内所有梦魇小小羊时 摇钱术会根据顶部的时间掉落相应金币 除此之外 戏法师的全新皮肤荒诞之梦也将同步上线 一身红黑的小丑装扮 看上去十分神秘 无时无刻不再戏弄着小怪物们 新boss贵宾导购来势汹汹 会有概率替代第一大关的boss拦截我们 贵宾导购能随机召唤购物车和礼物炸弹 也会横扫甩头对我们发动攻击 机甲采米小帮手 一个边滚边丢的小金币 会越滚越快 越滚越大 转弯的同时能碾压一片敌人 全新宠物才满满 从一只普通的宠物变成金光灿灿 力速双A的超大金珠 秘诀就是疯狂的攒金币 当金币大于100时 体型和攻击能力会达到最大化 同时触发新的攻击形态 这次的活动必较做瞌睡虫币 可以在联动页面兑换相应的奖励